最近有一則宗教新聞引起大家的關注 這是出口轉內宵的消息 我想你在說的是基督信仰下的 天主教的一些新聞 因為我有外媒引述一些法曼綱駐港代表 他們放了一些消息出來 對於香港未來社會的狀況 特別是一些政治的空間 自由的空間 似乎有一個研判在裡面 而這個研判看新聞就感覺挺負面 不會有很正面的盼望在當中 是的 說的是在7月5日的時候 老闆寫的消息就說 這個曾經退縣內任 梵蒂江駐港的非正式代表何明哲蒙籍 他在3月離職之前 曾經跟50多個本地的 團主教團體發出一些信息 就說他們過去所享有的自由已經終結了 就呼籲教友做好準備 就是保護教會團體的財產 檔案 資金 消息也說 報道所指 梵蒂江駐香港的非正式代表 已經將大量的檔案用外交的渠道 來運離開香港 這個消息當然是值得大家留意的記念 一則就是事情發生在幾個月之前 最早 最接近的都是幾個月之前 而當中牽涉到的 可能大家細心看它裏面的報道 所引述的一些文章 其實都是一年前的一些很厲害 這個時候有這一則的消息發放 當然都是希望大家關心 實際上這段日子就是 特區成立25周年 在這時候當然大家都會顧後前瞻 你看看香港的未來是怎樣的 這也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這個時候大家都有消息出的時候 都只不然都會留意未來的日子 香港的宗教自由會怎樣演變呢 是的 我們講新聞自由 就說這個自由就放在一個袋上 大家當然知道有不同的回應 或者不同的體會在當中 我想也挺需要面對一個現實的 我們在香港現在今天講自由 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相信從我們過去那幾年的變化 甚至乎我們回到25年前回歸的時候 我們都見得到那個社會裡面自由的這個氛圍 大家都感受到有幾大的轉變 當然有些人可以覺得今天是自由過以前的 每個人的那個感受可以不同 但是我覺得吊詭的地方就是 在近日其實不同的宗教領袖 都同樣地去說香港的信仰自由 宗教自由 究竟是否還好似以前那樣 是否獲得保障呢 那如果你說對比就是這個 梵帝剛駐香港的代表 不過他已經離職了 那他其實應該是去年年尾的時候離職的 我沒有記錯 那不是應該是今年三月離職之前 總之是由去年年尾開始 其實陸續有接觸著一些天主教 下面一些不同的修會和組織等等 那他在反映著那個東西 不知道他不是因為外國勢力 所以他的研判是有不同的 因為自從報導的引述 是說要提醒教會 為那個宗教自由 其實是究竟一個終結 就是沒有了你要做好準備 那當然我們常常都可以為最壞的事情做好準備 那但是似乎這一種的研判 是令到整個天主教教區下面 都有些的動作 包括剛才文威你說的 會將一些文件資料就運來香港 那我也都認識一些天主教教區裡面的朋友 是透露了 那就是譬如不同的天主教下面的一些修會 他們會變賣了一些資產 包括一些修軟的土地地皮等等 但這些都不是最近的事 其實都有一段日子的了 那會不會其實是 這種做好最壞的準備 都其實出現了一段日子 但是我想我們回到一些很基本的現實 裡面去看就是 如果你覺得未來是好 你就不會做最壞的打算 你必然是覺得未來有風險 你才會做一些比較壞的打算 在裡面 其實跟我們投資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覺得風高浪急 你當然是會穩陣一點的 那所以如果從這個層面去研判 我相信我們不要說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是否還獲得保障 但必然他現在當下 是應該面對一些挑戰 我想這裡牽涉到一個信心問題 事實上大家看最近發生的事的時候 究竟有多少給大家是增添了信心 有多少其實是說了信心呢 但是可能事情都要從這個角度去考慮 少要補充的就是 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都回覆過 就像剛才說的這個路透社這則的新聞 也有些媒體是問天主教香港教區 他們有一些回覆的 就說教區 由於教區沒有任何的成員 出席過學名節的會議 他們都沒有辦法就會議去評論 但表示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宗教自由 而港區國安法資金都還未影響到 梵蒂岡駐港人員的職務 這個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回應 事實上因為剛才訂閱郭明講 何明哲其實他聯絡的都是一些收會 在天主教的制度處境之下 其實教區和收會運作上都挺各自獨立的 所以剛才提及過運走文件 其實都沒有說明是教區 這個我想大家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都要留意 但我會覺得其實這一份的氛圍 這種對前景的憂慮 以至到都要有些最壞的打算 其實我相信這件事大家都有分享 我自己就覺得 當然實際上天主教的制度 或者去整個運作教區等等 一般外人未必那麼容易完全明白 究竟原來可以是多麼複雜 但是你又不能夠分割 即是他不會去到有一天 他只是在影響一些收會的層面 結果卻原來那個教區是不受影響 同樣地我相信 他也不會只是單單影響一個天主教的層面 基督教是不受影響 因為其實全部都是純此相依 而為什麼我們會擔憂信仰或者宗教的自由呢 正正就是剛剛過世的艾康先生都說過 言論自由就是自由之母 其實是反映著 由於我們看到整個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社會的氛圍 的確出現一個急劇的變化 所以如果你連言論自由這個最基本的部分 我們其實都似乎在擔心的時候 延伸下來其他不同層面的一些自由 是不可能仍然是堅存可以多勒地去存在 是的 我們看最近的法院 關於陽春案的審訊 現在都快要去到結案的階段了 其實大家關心的一件事 當然對於在囚的人 我們都要為他們祈禱 都是看看他們判決各方面的情況會如何發展 但是案件本身亦都帶來了一些意義 其實大家都在留意會如何變化 因為如果是最後出來的判決 是令到大家會覺得 原來就算是一些批評的說話 只不過是用隱喻的形式來表達 都有問題的話 大家無可否認這是對言論自由相當大的影響 而這件事牽涉下來的時候 去到言論自由有問題 宗教的時候其實都沒有人會覺得是可以獨善心心 我這裡要幫你戴100個頭盔 為什麼要戴頭盔呢 就是正如我們的官員經常都說 自由是不是絕對的 要合情合法合理 主要是說要合法的部分 當然知道會不會 例如剛才我們說的案件 原來在2022年這個時空的底下 其實它是被視為一個犯法的行為 但是我們同樣可以很理性去做一個對比 就是在1997年到2019 或者2020年 就是這個之前超過20年的時間 同一個法例底下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一些相關的檢控的個案 但是在近年包括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這些檢控的個案才會出現的呢 套用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官員的說法 就是他們藉著國安法的出現 其實是激活一些過去的舊法律 既然有一些舊存在的法律 是成功被激活了 那就是必然會對於現實我們的社會狀況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言論 那個表達的方式 其實造成一定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大家實際要面對的就是 我們說的那個自由的空間 我們不要用多與少去形容 但是必然它是出現了一個變化在裡面 而我相信這個變化延伸下來 其實有時候不只是單單涉及我們 我們還可以說些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說些批評的說話 其實如果你看到近期一些出現的 社會狀況的事件 一些活動 我相信那個自由的空間的另一個演繹 就是你不再可以說一些不是的說話 有些時候你是需要去配合 去說一些事的說話 即是你是要在某些議題上 一些的領域上 你要有你的言論去出現 以致到是要認同一些事件 要去做一些表態 而這一種都是過去 我們不是香港人習以為常的 一些表達的模式 我想這裡其實是牽涉到 我們生活方式是否可以維持到 是不變一個這樣的觀察點 對於香港人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說是就事論事 有些是對的就讚 不對的就彈 都期望在一些基於事實的討論裡的時候 就是能夠令到大家對未來應該怎樣做 是帶出一些方向 或者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這些都是一些很實事求是的做法 剛才郭明你講的這個氛圍 這段日子大家都要重新思考 應該怎樣的要是去 有些地方要是這樣的配合的時候 是否會令到那種事就說事 不是就說不是 這件事變得更加困難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的時候 當我們說要去看將來 看前面的時候 這就會變得相當困難 令到我想起 其實在25周年這段日子 其實原本應該都是一些顧候前瞻 很多的評論 大坦25年來 究竟香港做到甚麼 或者失去了甚麼 展望未來 我們可以怎樣 但是今時今日 看回這段日子 其實這些回顧的事 其實都在社交網絡媒體上 都不是很受到注目 我都不要說歡迎不歡迎 那個感覺就是 有些其實最有資格 去這樣回顧前瞻的人 現在可能不坐牢 或者已經不在香港 又怕擔心連女朋友 所以又不出聲 另一方面就是 25年來過往的日子 事實上跟現在的事情是不同了 過往來講那個制衡 我可能不敢說很好 但是起碼叫做有 也都是有各樣不同的活動 民意的表達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無論得到甚麼 失去了甚麼都好 我們總結回來 搬去未來的日子 是否還有意思 是否還有用呢 我覺得這一個都是 剛才當我們說 面對未來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去理解 大家心裏面在說甚麼 是的 我完全認同 很實際地 我們在香港回歸25週年 這個幾歷史性的時刻 雖然它本身是沒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在裏面 但是由於 基本法都寫明的 五十年不變的 既然是有五十年不變的 框框的一個前題當中 變成了二十五週年 我們走了一半 即是我們都要做一些中期的檢討 但是奈何就 好像文威剛才你所說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這些中期的檢討 是失卻了那個的意義在裏面 因為很多人這個時候 已經不能夠再暢所欲言 而我們雖然見到 譬如我見到一些傳媒的朋友 記者的朋友 他們仍然很努力嘗試 做這些的前瞻 以至到回望的一些報道在裏面 但是那些都 坦白說都只能夠是不著邊際的 即是沒有辦法去檢討一些核心的問題 那歸因究第一個原因是甚麼呢 即是你如果看回7月1號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出席的活動的時候 那些所謂的重要講話 那一直在說 原來一國兩制是可以成功的落實 即是當這一句不能夠去挑戰的說話 是存在了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如果再想去檢討 究竟一國兩制是否運作得很好 他有甚麼運作得不好的地方 其實這一部分已經是不是 但我們卻不能說不是 即是聖經裏面這句說話很有智慧 就是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這是耶穌教導 這個是耶穌教導 但是如果我們放在現實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社會裏面的時候 我們面對的狀況是不是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再說不是 而是就說是就 現在都是不是完全可以這樣做 我想都有一個問號 甚至乎再延伸下來的就是 當有一些是不是的時候 原來我們是要說是去美化它 我們就會陷入了一種 即是剛才不是就說不是 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這個挑戰都不能夠做到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進入了我剛才所形容的一些表態的時代 我們要將一些不是的東西說成是等等 我相信對於很多人 或者很多香港人一直在持守的那種的價值觀 都成為了一個挺大的挑戰 這也牽涉到一件事 究竟我們對一個社群的愛應該是怎樣表達呢 如果我們過往我們的習慣 其實愛一個社群的時候 我們不會純粹只是找一些好的地方去說 它有些困難的地方我們都會指出 而事實上我們的信仰都是教導我們的 就是說人性是有它光明的一面 也有它陰暗的一面 也有它軟弱 是會做錯事的 無論它是刻意或者是無意都好 刻意無意都好 有些錯誤我們需要去指出來 指出錯誤 其實這個本身不一定是一個惡的表達 是一個善一個惡的表達 而這件事正正是導致社會可以繼續修正 它就是向前走的一個因素 其實以前來也有說輿論監督 就說這件事 而當我們要承認社會論種有不足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基於事實而作出的一些感受表達 我想這件事其實是值得珍惜的 在未來日子雖然可能現在的時勢有時候 令到我們有一些東西不是那麼容易的表達 但我們起碼心底裏面 我們都要知道究竟哪些東西是真正對社會好呢 又哪些東西是真正對國家好呢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大家無論如何都要記住 我覺得我們要再一次強調 我們是一個有信仰背景的節目 所以我們要回歸到信仰意識到聖經的層面 一路剛才所說的那種事就說事不是就說不是的信仰的價值 是幫助我們去面對過去的影響未來 我覺得這個價值的其中一個重要就是 我們回到聖經裏面去看很多的例子 在一個這麼具挑戰的時空底下 當然信仰或者宗教其實是在發揮一些影響力 你看回我們只是單單在基督信仰裏面 在聖經裏面的例子就是 我們見不到會有很多的先知 在讚美一個證據 你做得非常之好 你做的事就是非常貼合上帝的心意 但我們反而見到很多就是 好像在批判一個當權者 是指出他們做得不足的地方 那你說是不是總是要對著幹 我相信這件事我們其實從一個 很簡單的邏輯關係去想 我覺得是很容易明白的 就是我們在說一個信仰或者一個宗教 裡面是有一個很神聖的位置 上帝是一個很熟靈的一個力量 是一個超自然的力量 他必然在擁抱的價值 或者在教一些的教導是一些不容易做到的事 而人性是會軟弱的 所以總是會有做到很多不足的事情 那自然就於是要不斷地被提醒 那所以如果當我們去到今天 我們環顧我們的社會 如果教會都是只能夠在一些議題的上面 去作出很多讚美的說話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其實是值得我們去警醒的一個時刻 來看看